各位同學好,這段影片我會簡單說1.5這部分 interest,利息是大家需要知道的知識 輸的話就是27至29月 可以跟著我的powerpoint一起去 首先講到利息這件事 我們都要問為什麼會提到有interest和利息的概念呢? 其實是源於我們的消費中有分現在和將來的消費 現在和將來的消費,因為有這個概念 而我們當中就是我們classic consumption 現在的消費和我們將來的消費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當中為什麼他們會不一樣呢? 正正就是有這個利息在當中 我們看看我們怎樣去理解利息這件事 首先因為我們有稀小性 because of scarcity 我們需要在現在的消費和未來的消費當中去做一個選擇 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要想一下 假設了 現在 我當你收樓上 不知道為什麼只有10元 你只有10元 但是現在我當你想吃個lunch 我當是一個20元 那你現在要做的就是 如果我現在一定要買到這個20元的lunch的話呢 那我10元是不夠的嘛 那如果我不夠的話 那我會做什麼呢? 那我就唯有想辦法 就是拿多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拿多10元回來 令到我可以買到這個lunch 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就透過借錢 或者借爸爸媽媽去拿那筆錢 拿這10元呢 令到我能夠去 享用到20元這個lunch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我借不到錢 我借不到錢的話呢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就一定要放棄現在 present的consumption 那我真的沒有錢了嘛 那我沒有錢又借不到 那我就放棄 我現在的consumption 就唯有等啊 捱肚餓下午 那我晚上 就是吃多一點 OK 那所以正正就是因為我們錢有限 OK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在 現在present的consumption 和未來future的consumption裡面 去做一個取捨的 OK 好了 那帶我們去講 OK 正常來說呢 我們都是impatient的 OK 大部分情況下呢 我們都沒有什麼耐性的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那樣東西呢 都會想早點響用呢 好過遲些的 OK 好啦 那正正就是因為這樣呢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有一個 trade off OK trade off呢 就叫取捨 對啦 取捨 OK 這字就是取捨 那呢 就會在我們的 現在的消費 和journal的消費 裡面呢 有一個的取捨 OK 就是說 譬如 我當你100元 是用兩天的 OK 那你今天 你用了90元的話 那day two 你只剩10元可以用 好 那如果今天你一元都不用的話呢 那你day two的時候就可以用100元了 這樣的意思 OK 好啦 那正正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消費 和將來的消費 有一個取捨啦 好啦 那如果我當我是一個超級 我是非常沒耐性的人的話呢 那我們都可以好想像到就是 我是 我是活在當下的 正就是 現在我有得消費 有得開心的話呢 我就會現在做了 OK 將來的事將來就算了 OK 所以可以預計到 如果這種人的話呢 他應該都是會願意去借錢的 就是說如果人家覺得現在的moment 跟剛才Mr. Lee的理由 OK 20元 吃飯 我記得寫了新聞的話呢 他一定很大機會會問人借了那10元 令到他現在可以買到20元的飯 OK 好啦 好 那 但如果不是 反過來就是 我不吃 我可能我遲一點點 或者我覺得 現在這20元的lunch 我都不是很迫切需要而已 OK 反而我現在 我手上的10元 我好好的 你儲蓄它 可能我將來有些東西 我可以買到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OK 那所以 其實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都會影響到 其實你是會想 Future Present consumption 多一些 還是Future 更多一些 OK 那在econ的角度來說呢 我們沒有說哪一樣好 還是差的 OK 即是有沒有說 你是一個 impatient的人 所以你不好 OK 你是一個 pation的人 所以好 OK 記得econ的方面呢 是沒有這個 value judgment的 沒有任何道德 批判你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純粹在說 怎樣做決定的 是不是 我們記得了 我們一開始在說 我們怎樣去 allocate resources OK 怎樣去 我們怎樣盡量去 滿足到我們 很安心 OK 所以 如果 你是 Present consumption 重要一點的人 你就借錢 OK 但如果你是一個 value 你個人是喜歡多些fueling 放心上的話呢 你個人就會做多些saving 即你會做多些saving OK 好 那之後呢 就是大家最重要要知道的東西了 OK 好了 As people prefer to consume earlier borrowers usually have to pay interest to compensate lenders and induce lenders to lending goods and all resources 所以這裏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 即是一些人 我們都是想早些消費 好了 那麼 借錢的人borrowers OK 就要給利息 去補償 Lenders OK 以及從而 促使他們 願意借錢給你 OK 因為簡單來說 我當 Mr. Lee OK 我當我爸爸借錢 OK 我問我爸爸借錢的話 現在你有沒有人 現在你有沒有人 就是我多了錢 但我爸爸是少了錢花的 OK 即是說我現在present consumption 多了的時候呢 我爸爸借錢給我那個人呢 他的present consumption 是少了的 OK 所以作為一個補償呢 他現在present consumption 少了 OK 所以我們就要給他一個利息 interest 行不行 OK 所以interest的話呢 是有兩個definition 是有兩個定義的 這個同位置 OK 那定義就要看回我們從哪個角度出發 OK 如果由 問人借錢的那個 問人借錢的那個就是borrowers OK 如果borrowers的話呢 interest的definition 大家就簡單了 OK 就是cost of earlier availability of goods or resources OK 提早享用物品或者資源的成本 OK 這個是interest 由借錢的人的角度出發 OK 因為我提早享用過資源 OK 所以呢 我 但是這個moment我不夠錢的 OK 但是我就要透過給利息 去補償回 借錢給我那個人 OK 第二個 就是lender 就是借錢用分 剛才Gate's from Mr. Lee的爸爸 他借錢給我 好了 那這個利息是什麼呢 OK 這個利息呢 就是compensation 補償 作為他延遲消費 deferring consumption or goods or use of resources OK 就是說他這100元其實 他現在可以 我當他借100元給我 他這100元可以現在用的 不過他不急 他借了給我 OK 但是 因為他借了給我之後 他就放棄了現在用這100元的 那個的時間 是不是 OK 所以 這個利息就是補償回 譬如我當我之後還錢還回5元給他的 那總共105元 那5元就是利息 補償回去 因為他現在不能夠享用這100元 這個moment OK OK 所以這條 Sample paper 出過的 所以interest的時候 你要記住 OK 如果提問我問的話 問你interest是什麼 那你就要看 他到底是由 Ball 的角度出發 還是由 Lender的角度出發 OK 這個都會影響到我們那個定義 答哥是會不同的 OK 好啦 那我們經常都會說利息 那跟利息有關 很重要的就是interest rate 利率 OK 利率 好啦 簡單來說 利率上升 利率上升的話 即是還的錢 是多了還是少了呢 多了啦 OK 如果多了的話 OK For borrower 如果cost是上升了的話 那他會借多些錢 還是借少些錢 借少些錢呢 應該是少了的 對不對 好啊 同時間 如果是借錢給人的那個人 借錢給人的那個人 借錢給人的那個人 Lender OK OK 如果利息高了的話 那就是人家還的錢給他多了啦 那他回報多了的話呢 那他應該是更加想借錢出來的 是不是 我按照圖 那裡都會看到 OK Desire to borrow 是跌了的 如果利息上升 好啦 但是如果利息上升的話 對於借錢給人的那些人呢 那他會再想借多些錢出來的 OK 那現在都是香港的情況 就是利息是正在升的 對啦 那跟美國那邊啦 OK 所以應該我們想借錢的意欲會少了 但是銀河是很想借錢出來的 OK 因爲利息高一點 OK 好啦 所以我們這樣看 如果 如果當這個利息 是高了 最後會令到present consumption會跌 OK 因爲 現在利息高了 那所以我會 就算我好想現在做present consumption也好 因爲我的成本高了 所以我相對上 我意欲減低的情況下 我都會沒有 做那麽多present consumption 好啦 但是因爲我現在不做present consumption 所以我反過來 相對上 我的future consumption就會上升 OK 行不行 好 那之後呢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關於interests呢 都是NC 經常很喜歡問的東西 那我就最後要說完 OK 那就是說回 在 沒有錢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有利息的 這個呢 基本上要回到 一個batter economy 好了 batter economy 是一個以物易物的經濟 這個我們遲些呢 macro form 5 的時候會再學的 是的 不過我先給我提醒 好了 一個沒有錢的經濟 那為什麼都要有利息 利息不一定是錢來的嗎 那這裏呢 就想給大家知道 以con的角度來說呢 利息其實不一定是錢 只不過我們現在 現今世界裏面呢 我們當然要用錢去做 那個calculation 是最方便的 OK 好了 但是用這個書的例子就很簡單 例如我當這個男人借一隻雞 給那個人 都可以有利息的就是 那個女人去還一隻雞的時候呢 她要連雞蛋去還 OK 那10隻雞蛋呢 就是利息了 OK 但是那個人呢 她不還雞 她說還一隻雞 加其他水果 可以嗎 可以 如果她答應了 還一隻雞 加一些水果的話 那些水果就是利息了 OK 所以最重要的 大家要知道 原來沒有貨幣的情況下 都可以有利息的 OK OK 好 那就到這裏了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都可以知道 大概 利息這個 即是 在現在你的level 你如何理解interest OK 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歡迎找我 OK 好 Thank you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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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下次見 謝謝 謝謝